决赛 那么决赛的话 决赛明日中午开始吧 应该是明日个11点多左右 11点钟左右开始 然后半局 决赛半局都那个时候 应该是冠亚 季军的争斗赛 对是这样的 那么探不探是吧 好 那么现在作为进攻方呢 是 快速抢掉一点 拿着一支呆 我们身上这边吧 聊聊 那么一个反身 哦呦 这把伯克枪不管用哪 一个长剑 这把伯克枪讨计刀 对于这张图 要的就是一个速度 一个拼劲 要的就是气势 这张图的纵身和立体 立体度是 还有这个 还有短兵相接 这算是 战区之王这比赛图里面 最麻烦的一张图 而且是最可能一边倒的一张图 我们现在做进攻方这里的话 在2.2外的一楼集结下 有 之前的比赛 系统比赛是有刀战 刀战的 但是手枪战是没有的 有经济 经济算这一块 我们现在这边航空队的话 是在等时间啊 但是实际上 中台代表队的话 是不计 2.3人 中一个 一点一个 就是看心态了 好 还剩下50秒 漂亮 这个长线 那个长线 就是拿了一个双杀 好 抢鞋 直接拿下一点 一点空 现在一打二 哎呦 还了枪 哎呦 又来一极 这两军事 拿下三杀 直接送掉了 这一分 我们现在比分一比平 这个图作为进攻方式很好吃分的 可以这么说 好 他抢西队 这一分 我现在 现在 我们现在 这一战 站领二军 全局再抽一人 我们现在这边的进攻是 尽如破竹 尽如破竹 我们现在这边的话 现在一个二打四 抢鞋 再次拿掉 现在一打四 没了 不敢出去了 出去也没意思 好 拿掉人 没准备死了 现在比分之二 这张图 实际上这张图来说 压 压时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只是一波的事情 一波 挣了就挣了 不像其他 其他压时间可以算这个效果 但像这边这张图的话支援非常快 压多长时间都没用的 人那边开打 这边支援马上到 不非你有一个围阵马 一兵在这里放重兵啊 哎呦 露了个头直接被打空了 头都要打烂了 我们现在从中路通啊 中路出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其实可以戳二点 戳二点的话 现在一波突进去就直接剩了 大脚啊 好像对这杆狙的话是在等 在等 等 哎呦收尽了一瞬间 闪出来直接一枪打死 那么这个没了 有时候剩下四圆的话 强突进去 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下了两队 两队 哎呦 但是出去了 出去了 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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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给我挪点 那么这边就卡住点位 然后这边下包去了 也不算下包啦 你这个下包也下不了啊 马拉松啊 马拉松啊 露莲 爬 爬开 哎呦 好 漂亮这个霸头 我们现在身够未分 漂亮测证弹 哎呦 这是技术啊 那么这一个斗举的这个技术 我们现在第一波小伙 哎呦 有点伤啊 确实有点伤啊 哦 好痛好痛 YES YES 马韩国代表队 这里的一个军火 强齐一兵男 这不是一个好果子 现在一个二打四 露莲 菊花 抽两 好 那么最后一人 这就是个血坑 二点 还往里进 好 测证 完了 他被图杯了 跑不掉了 露莲 最后一人 直接一个闪击 Operation失败了 我们回到主队 气费了 还在进攻 8 2 摇摇 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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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鈴噋 這個爆頭 再來一個爆頭 再跟一招 是嗎 現在一個4打2 嘿 又死了 那4打2的話 現在我看一下 彎槍打死這個 沒機會了 我們現在還是死掉 好 那麼現在動作互換 作為進攻方呢 是中國 台灣代表隊 我作為防守方呢 是 殘國代表隊 那麼 安國戰隊隊 現在是在進攻 是直接拿了4分的優勢 非常難得 那麼 作為進攻方 現在是落後2分 要打了分放眼了 要不這裡打不下了 我現在壓時間 這聽說 這署是無所謂的 如果說你要決是這樣的 那你也太想翻別人了 對不對 這署是無所謂的 我們只是 posted這款遊戲而已 要够我说 哇漂亮 这个点位 哎呦 太精髓了 确实是太精髓了 哎呦 这局没死算你命大 果然长线 还是路纹要凶残一点 要死了 要装装这个敌人 没了 operation succes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要么你别看 然后你放进去垃圾游戏 那你没必要了 对不对 你走了 真的 就我个人而言啊 我认为竞技枪战类竞技游戏 就从游戏本身而言 战略装这款游戏 应该是现在国内游戏市场里面 就枪战类游戏市场里面最好的 他的机制做的最好的 只是没办法 运营和条件在这里 我们现在在2点摸牌 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兴战 哎又出去了 你几个意思啊 哎我也醉了 三位打死之后要顶上 还是要打一眼 一眼这个深坑 下来 那1点要被解 哎呦闷头跑 能做能带 2打1 这个包下了之后 下来 那航空队这边的位置展得不错 那么现在一个5比4 封回来 体力 1 原来 2 2 2 1 就 3 4 我已是醉了 那现在第一波进攻之后 哎呦 这一下的话 哎呦 要死他了 没有 现在一个快速化点 呀呀呀 追枪追枪 要死 哎呦 我只想起来 有 现在一个二打一 哎呦 这一下 哎呦 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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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剧啊 两枪的弓箱啊 三枪的弓箱啊 这点醉了 但是好歹还是剧掉一个 不错 要是这样 战装出来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电脑配置普遍跟不上 怎么来的 我面跟不上 不是挂的问题 是很多人拿这个电脑根本就玩不了 是这样的 几年前的电脑根本就跟不上那个 但是 但是我玩这个 还是 不是网吧 前段时间 前前部分时间还在网吧玩 后来才在家里玩的 后来 还是再换了一个人才在家里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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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被 theaters 在家里玩的 车 车 对啊 那个简单粗罢了 没事很明映 当然我们不说CF如果如果差 大概是情况怎么样 人群是用人群的问题 我弟弟跟我说玩CF吧 我说不玩 你玩去吧 是这样 而已 而且小道消息说 当时买战地之王的时候 CF和战地之王的流行分子是一个 买战地之王的时候 买下战地之王以后送了一个CF 不知道是真哪假的 买一送一 结果CF火了 战地之王宰了 这捆绑送的 是什么召唤也可以 但是什么召唤这个游戏 说实话 我习惯了战地之王这个模式之后 我再玩使命召唤很蛋疼 特别的枪杆 枪点和模型 什么召唤做的很精细 但是他的模型做的 将对来说要粗糙一些 特别是在着弹点的地方 那么这一波的话 再过来 这一波 再过来 死咪 启动 枪 启动 一般 一般 特别在中国手动群很少 战争王这个瘦死的落得比马大 每年的固定玩家的流失 而且回复量 这玩家少 就是一部分老玩家 像我这样的老玩家 玩家又是玩 玩不想玩了就回来玩战地 终究是个龟手 你说他真 不许 不许 加内侧七两块 我应该算最早接触战争王 六六激情 终于来点激情 前面打的一点盐味都没有 就像青菜半豆腐一样 我也醉了 好热热激情 长线狙 韩国代表队这一个长线是直接抽掉了 抽掉了这边的L 对啊 这一局 他就是发的不怎么样还是怎么着啊 反正我觉得韩国代表队这把G 五楼这把G也是很刚的 确实 啊 逗就逗呗 我现在饿晕了 我身都不知道自己说啥了 那怎么办 六六激情呗 现在各个门着门打 你不知道怎么打了 还抓二点是吗 抓二点要死 二点就是血坑 近多少死多少 六六 六六该刀 谁给你刀 疯了 还我也是嘴了 这个二点是静不得的 打掉一个 二点是静不得的 现在一个不打三 要一箱都打掉你 你蹲吧 下来 下来 怎么着都不敢进二点的 拖死了我重新拖到三十秒 我也要进一点去 韩国队二点的招手 非常彻底 你还是要承护 没关系 你也是 你的工程 是 好了 我们回到